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时间点的台北股市 如同蜀方说的 它历经个大破坏之后的大建设 不管电子 不管传产或是金融 它都一定要扮演一定的角色 台北股市才能够在大破坏之后 建设的成功 所以你不用去听人家 谁是主流 谁不是主流 你讲说电子是主流的人 那万一那个人只会玩电子个股 他只做那几档电子个股 他当然希望电子个股的资金的 比重的拉高 有些人在这个时间点 就是不碰电子个股 他就是只做传产个股 他当然就跟你讲 传产个股不是主流 但是我们持平而论 在这个时间点的台北股市 因为我们的黄金期 就是多方供给的黄金期 就是在这一两周 所以一定要金融 电子 传产 都扮演到一定的一个角色 台北股市里面来讲 他才有机会多方的反扑的成功 那在今天的台北股市 你可以发觉到 他就是上下的震荡 那我们昨天谈到 因为今天的月线 他扣底的位置 他是比较高的 所以他冲上去 会有个向下的一个牵扯力 所以你在最近里面 你看在今天 你也可以低阶 也有指数翻黑的时候 你要下来的时候 他去做一些的低阶 上涨了48点 收在16643点的一个位置 那我们说台北股市 他之所以有这个 多方反扑的黄金期 他大概有几个原因 台北股市不可会言的 会历经这个大破坏 起的原始点 就起始点 是电子个股 那时候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 就跟大家讲说 因为废半 因为NASDA它的季线 它往下下弯 它一定形成了一个中空的格局 所以台北股市 等个电子个股 才会兵败如三岛 因为我们台湾 第一个外资就是美系外资 第二个外资就是欧系外资 那在这个时间点 它一定会对电子个股里面 都是站在卖方 那如果你问我说 台北股市 在今天里面来讲的话 真的要讲 那大概就是轮动 太过快速 太过快速 就代表这个时间点 大家不是当日冲 就是隔日冲 它那个筹码上面 要在盘中里面计算出来 它就会非常的困难 那我们先来看看 我们说请贼先请王 先来看美国股市 我说美国股市 它有个多方反扑的黄金期 这一两周 就是因为它的季线是扣低的 月线还会扣高 所以我们说冲上去 它会往下拉 所以你可以发觉到 昨天是黑K 那问题是 它在历经的今天 明天之后 气线也扣低 月线也扣低 那美国股市 它的电子个股 会形成台湾电子个股的 绊脚石吗 我觉得它不会 它不会 所以我的看法跟规划 是没有改变的 震荡仍然是可以低接 那我们再来看看 NASDA的一个部分 NASDA它其实 扣的位置上面来讲 比整个一个肺半 稍微差一点点 中线的季线也是扣低 但是月线跟我们台湾一样 今天 明天 后天都扣在低 下个礼拜 它就会扣低了 所以我们说 这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 我们的月线还是扣高 我们要尊重它 冲上去会被扯下来 冲上去有时候会被扯下来 但是历经这几天过后 还是有一个多方攻击的黄金旗 那个时间点里面的台北股市 不管传产电子金融 都扮演一定的角色之后 台北股市当然就能够突破 这个时间点 整个空方压制的一个格局 当然我们不能够说 台北股市里面来讲的话 它可以单脚去做V转 可是我也跟大家讲说 如果你仔细去看 这是NASDA的图形 这个如果你只看空的人会说 这是M头 看多的人会说这是W底 那你在看肺磅的指数也是 看空的人会说M头 看多的人会说W底 这个从这个线形架构来看 它是复合形态 我说复合形态是最难断 也是最纠缠的 多空会纠缠在这里 一下子像M 它一下子像W 但从价量的结构来看的话 我个人认为它就是复合形态 它会复合形态 比较属于一个期间相形 很纠结的多空的一个形态 那整个大盘 在今天里面来讲的话 它的轮动快速 是台北股市来讲的话 比较大的一个败笔 可是你仔细去想想看 在这样的格局之中 如果你不要像市场上面 某些人一样 电子是主流 传产是主流 你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把自己画地制限的一个概念 其实这个盘上面来讲的话 并不难懂 它是很简单的 就是说电子 因为它在目前 它的优势就是跌得够深 跌得够深就是电子个股最大的利多 可是电子个股弹起来 你要留意到 为什么它在之前会跌那么的深 比大家想象中 如果你从第一季的财报 第二季的财报来看 怎么会跌那么深吗 真的是被错杀吗 它这个问题是要延伸到下半年 就像我在之前讲的 为什么外资对于台湾的电子个股 青睐度并不是很高 主要的原因就是 电子个股它在上半年太好了 太好的过程之中 它下半年跟上半年很平 甚至它的缺货跟涨价的效应来讲的话 如果一松动 供给面里面出来 它的价格就会松动 一松动它的价格往下 那你在之前的原来的一个主流 缺货跟涨价效应个股 你当然就只能够去操作什么 我说右肩反弹的跌升反弹波 那我说抢跌升反弹 就要像抢银行一样 手脚要快 所以你可以发觉到很多的个股上面的 IC设计个股 就是之前缺货跟涨价什么 记忆体 驱动它 开高 砰 它就下来了 因为很多人就在抢银行 所以我说做短线很累 做端冲 当冲很累 原因就是如此 因为他们现在来讲 隔一天就冲下来 但是他们冲下 不代表明天就一定不强 就像你 如果你的脑袋 一直有前一天的格局里面 台湾的一个当冲的比重高达六成 你一直停留在昨天 停留在 你今天早上就去追高电子了 就没想到 船产一上来 电子就杀下去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盘上面来讲 一定需要这样子的轮动这么快 船厂涨就要杀电子 电子涨就要杀船产 昨天电子涨 大家把韩英各国杀得兵荒马乱 还杀到跌停 就今天来讲的话 万海 昨天跌停板 今天是涨停板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 台北股市最难断的 就是当冲筹码 我说我在盘中里面看得出来 台北股市现在都是 极短线的去做操作 那个操作上面会很累 很累的原因就是 你在盘中 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买盘是死买盘 还是虚买盘 他只能够决定 他今天的强与弱 所以我说你当冲在现在里面 都要是高手 因为散户也冲 大户也冲 大家都在冲 冲来冲去的过程之中 他的筹码来讲的话 变成收完盘 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每一天的开盘 呼呼的定来 就是这样子 他不能够告诉你 我今天强 我就是明天强 我的续航力就是存在着 没这回事 变成台北股市 现在的当冲 就是这么的高 原因大概是如此 所以我跟大家讲的原因就是说 现在里面台北股市 今天的震荡 我们在昨天就已经预告了 因为是月线扣高 当月线还是呈现下弯的 他冲高一定会有向下的牵扯力 那我们的台北股市 在目前的月线 是不是就是扣高 那跟NASDA是不是一样 他还有扣高的时间 但是通过了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 他不再扣高 他就能够使得他什么 如果敢再冲 那当然就对台北股市 化解空方的架构上面 有很大的帮助 那就算没有化解空方的一个架构 我们说现在的一个 整个一个际线 它已经是拉平了 拉平的过程中 很多的传产个股中短线整理 它还是有一定的机会 所以我才会说 传经电都要有一定的机会 这是电子 电子还有空间 电子并不是没有空间 因为它到际线还有一段的距离 那配合到假设 费败没那么烂 NASDA没那么差 那台北股市呢 当然电子个股里面 它就可以有跌升的反弹 所以我说未来的台湾股市里面 历经了这一段反弹之后 你一定要记住我说的 未来是一个台股 两个世界 牛熊多头个股 跟空头个股会并存 它会并存在 那在目前来讲话 类股轮动真的很快 那你就尽量采取到低阶的策略 在目前来讲话 如果你是做短的投资朋友 你当然按照什么 日KD指标 它去做一些的操作 所以你可以发觉到 台北股市就是这样子 很多人里面来讲话 譬如说 你看今天的IC设计个股 有的很强 有的很弱 可是我们来看 在今天里面强的 你要知道像现在的强的 这都是在之前里面腰斩 有没有腰斩 2000多跌到900多腰斩 经历科三则 世新三则 所以它本来就具备了反弹的空间 那4961的天狱 我们说这就是很残酷的事情 就是它从最高 我们可以发觉说 它从最高395打到低点 有没有200多块 这都是融资断头 所以融资断头之后 它可以反弹的第一只脚 所以你抢就是要快 如果你速度不快就是这样子 速度不快就是这样子 速度不快就是这样子 但这种架构上面而言 因为他们已经把 整个台北股市的IC设计 个股里面来讲话 它基本上它跌幅太重 跌幅太重就是一个大破坏 所以它一定要历经一个大建设 不一定代表他们未来不好 但是你要它V转 V转的可能性上面来讲 比较低 会比较低 所以观众朋友 我们才会说有三种 这三种来讲说 我说抢跌升反弹 它季线会下弯的 那在这种过程中 而且它在之前台北股市来讲话 它还曾经破过5月12号的低廉 那你就以5月12号的高点 当作它的压力 那你抢跌升反弹 就像抢银行 我讲了你就像抢银行 没办法 那至于整个一个所谓的航运 钢铁面板 这是人气的指标 它跌幅能不能达到三成 绝对有 兵败如山倒 塔北股市杀完电子杀传产 在当时后来讲的话 整个一个扬明跟常文还跟他讲说 他杀到70块钱以下 我说你第一季都已经赚7块钱了 长龙也好 扬明也好 都已经赚7块钱 你干嘛要去杀那70块钱以下的 没有任何意义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到了这里来 我就没有任何意见了 因为目前的确 航运个股里面 第一季加第二季 它的本益比是很高 本益比是很低的 获利是很高的 但是现在的台北股市来讲的话 它有筹码站 它有当冲比 这个部分里面来讲 自己可能就要去做商量 你到底要怎么做 我建议是来回形的操作 除非它有个底型 底型完成再突破了颈线 你再去做 底型就是头肩底 或是W底 你再去做加码 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我说过我个人 是比较喜欢这一种 这种个股上面 就回升形态的 回升形态的个股上面来讲 有时候你报得越久 你就是领得越多 当然在过太高的一个时候 你就不要去做一些的追高 在目前 因为我们台北股市 说实在电子个股 你要知道 它常常江山带有财人出 整个缺货跟涨价的效应 个股里面是台湾股市 从去年第四季的电子个股 到今年里面四月份 他们都是主流 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 因为到目前为止 虽然你听到了报纸上面会写 谁谁谁要涨价 谁谁谁要涨价 但是说实在的 我们都只有看到涨到第二季 对于第三季的涨价 都还没有很明确的讯息 上面出来 任何的缺货涨价个股 都是如此 所以缺货涨价个股 它担任了主流 很久的一段时间 那你当然因为它位阶比较高 你就要比较去做一些的小心 这是我在这个节目里面 提醒大家的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看空的人会告诉你 它是危机 看多的人会告诉你 它是转机 但是我个人认为 在短期之中 它是转机 在短期之中 它还是有某些的个股 不一定是前波的主流个股 它有长线来保护短线的机会 而且它是这种新选股的一个开始 所以台北股市观众朋友 如果你要看得懂 这个台北股市 你就不要学别人 电子是主流 还是传产是主流 电子它不一定 不是未来的主流 不一定 因为它要历经的我们说个压力的测试 利空的测试 以及外资说的第三季 忘记不忘 第三季里面来讲 今年下半年跟上半年差不多 它除非可以扭转 第三季还是忘记 忘记之后 那个时间点电子个股里面 因为现在毕竟有些产业 电子个股是淡季 又碰到一些利空 美国打中国 中国的智慧型手机卖不好 印度人口红利里面来讲话 因为整个疫情比较高 消费力道里面也没那么强 台湾现在有疫情的关系 但是千万不要看台湾的疫情的严重 而去操作股票 哪一类型的个股 这个部分是不对的 台湾导国经济仍然要以什么 美国 大陆 欧洲 为主要的一个对象 他们的消费力道 所以在这时间点里面 我个人认为这个时间点 还是有一些的机会 只是它在操作上面 要有些技巧 电子 浓缩 以前全部都买电子 对不对 你现在浓缩几档个股 传产跟所谓的电子 大概都可以有一些的布局 那我们进段广告 在针对整个电子个股 跟传产个股上面 来告诉大家 你好 欢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其实台湾在目前里面 的确它需要传产 电子 金融里面来讲话 分别担任台北股市的一个要角 因为电子个股 现在没有办法担任 唯一的主流 有讲个几个原因 因为下半年上面来讲 还有很多的问号 还能不能够再去做涨价 有没有旺季的效应 这都是外资里面 未来里面的报告 因为他们现在都是 卖方报告 它去给你做利空测试的 当利空出境 它自然就可以有机会 那个时间点配合到旺季的道理 真的有旺季 它才能够担任唯一的主流 所以现在有部分的资金 它不回来 它就是不回来 你接受它 它其实就可以 那你就缩想 你的电子个股打击的战线 你要抢跌升反弹 你就去抢跌升反弹 你要去做回升 你就去做回升 每一个人都可以各取所需 因为电子个股市 我们在之前 在17500多点提醒大家 台北股市 它的结构已经开始改变 很多的有钱人在卖股票 一路到整个一个斜二波的结束 我们说斜二波的结束 就是重叠17066 它一重叠之后 它就开始大跌 大跌一路来到了一个低点 它爆出了大量 随着台北股市疫情的升温 也带给台北股市 这一次反弹的契机 就是融资大幅的减少 大破坏 大建设 电子个股跌升反弹 我说电子个股的 抢跌升反弹 是当人不让的 传散个股 它涨多之中的回档 但是季线没有跌破 它是中短线的一个整理 你把它看待清楚了 都用很平常心 很持平来看待 所以每一个类股族群 都有它的优势 譬如说钢铁 航运报价在涨 获利在往上走 电子个股 就是有些个股上面来讲 它以前可能不是主流 它现在有机会 或是它已经沉浅很久了 或是它跌升 这个就是大家自己去做留意的 我说过 我也跟大家讲说 因为杀进杀出 我发觉难度越来越高 要必须要真的高手 你要看得懂 而且你可能要一台 很棒的电脑 因为很多人来讲 抢那个当冲 除了差价之外 它还是要赚退佣的 所以它的速度是很快 它的速度 散电下单 各方面的方式里面来讲 那比的有时候是电脑的工人 不是一般投资朋友里面来讲 傻傻的看一个价格 还进去敲个老半天 你要抢什么 你很难 所以不用在这里面来讲说 就像现在运输股 像旺海今天涨停板 像阳明被纳入到 MSCI季度调整的成分个股 一定就代表明天强吗 我就要看明天的当冲 我说过 当冲就大部分人在卖 就拉上去了 大部分人在买 它就杀下去了 它跟隔一日的走势 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你就用平常心去看待 面板 运输 钢铁 但是目前看起来 他们的获利上面 都还是可以的 那我说我个人来讲的话 喜欢买回升个股 当时候AES在500多块钱 我说这是不是一个W 突破了颈线 你可以去做留意 那到今天为止500多块钱 涨到今天的高点 已经828块了 会比你去抢 杀进杀出 抢跌升反弹差吗 而且你耗着一下 一个波段的布局 它都是如此 它就算今天里面 快到涨停板 昨天涨停 今天快到涨停板 整个在这个时间点 六七八一 我也跟大家讲 你不要去做追高 我们跟大家讲说 才500多块 现在800多块 你才告诉我说 AES很好 你要去做追高 那你一个不小心变成是 整个预态怎么办 200多块钱 涨到快400块钱 我昨天有没有叫 你不要去做追高 因为整数关卡 本来就会有一定的 一个压力 那再加上 它200多涨到了 整个一个快400块 今天跌破了无均线 那做短的人 你当然可以出场 就像在整个 一个6491的经硕 我从300多块钱 介绍给大家 一路上来 今天创更高 我会说我有经硕吗 没有 我在那个时候来讲 我说鼠方从来没有想 要买最低卖最高 我觉得我赚够了 300多赚到快500块 我就卖掉了 我就卖掉 这就是目前 如此的一个状况 而且你更何况 有些的个股上面来讲 跌很深 难道不能反弹吗 就像我们说金豪哥 50几块买 100多块买 涨到168 卖掉 它跌很深 当然有些人来讲 就会去抢跌升反弹 但是我没有抢 我先跟他讲 我没有抢 在目前 我个人喜欢 我跟大家讲过 今天玉泰破五线 你可以走 AS的部分 智邦的部分 很多 都是三个营业日 过5月12号高点的 是投资朋友留意的 当然也有2368的 一个金像电 我昨天就跟大家讲说 你看这个图就知道 它直接V转 它来到前波的套路区 它需不需要有量 它需要有量 这一档个股上面 你如果仔细看 它长一点点 你会发觉 它均线纠结在这里 它如果放量去做突破 均线纠结 它如果敢放量去做突破 你想想看 过去的这一段 它现在也是在均线纠结 现在是没有量 没有量你就等待 它的一个结果 可是它如果能够放量 去做一些的突破 那这个高点大概都会过 它大概都会过 这是大家自己留意的 所以从技术面而言 从基本面而言 你可以发觉到这些个股 它大概都不一定 过去的主流 缺货跟涨价效应个股 但他们在这个时间点 也因为它不是 在过去里面筹码主流 主流尤其散户筹码 法人筹码一堆 反而它会干净 它会比较干净 尤其是在这个时间点 其实下半年度里面的 台北股市 还是会有一些的 主流的一个存在 所以我们说过 现在的操作 你要想跌升反弹 但是你手脚要快 难度是越来越高了 这个你一定要来回操作 运输钢铁跟面板 站上5月12号高点 而且是三个营业日之中的 那最棒 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你错过了 你未来就是去看 站上5月12号高点 就算台北股拉回第二只脚 太守得很稳的 那个也叫洗盘成功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间点 帮大家选好了个股 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 跟上我们全新的投资组合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 至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制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